二年78歲的白韻琴 今日和老公謝偉俊 一起出席一個紅酒活動 早前有傳白姐姐患腦退化症的消息 今日見她反應敏捷 全情有講有笑 精神非常之好 近年甚少公開露面的白姐姐說 現在非常享受退休生活 飲食和身體都非常健康 老公還叫大家不用擔心 有時出去見朋友 有時比較短期的記憶會差一點 其實她反應很快 不過一下就忘記了說了什麼 然後再提她說過了 你拿來說我何時會忘記 現在的拍也不錯 有時可能喝酒 不要喝那麼多 那不會 這件事是她提的 她提我多過我提她 我自己也不喝的 白姐姐同世自己十五歲的老公謝偉俊 眨眼已經相戀超過三十年 夫妻間感情依然非常甜蜜 今日還不時打情抹操 兩位平時拍拖通常有什麼節目 我沒有跟別人拍拖 我自己理自己 現在這麼多年都是比較靜點的 看書看電影 逛街 是嗎 這麼多東西玩的 戴狗仔 其實你們兩位有沒有那個相處之道是怎麼樣的呢 好 這個是白姐姐的專項來的 你先說 哎 什麼都給我了 這個方向不錯 這個方向 阿謝正明說 做些什麼你會最開心的呢 這個嗎 有 動一點 動一點 什麼叫動一點 上海話動一點 同錢就是錢的意思 開玩笑 我最笑她一向她沒有錢 同場出席活動的還有謝雪芯 熱衷於做義工的芯姐透露 接下來的母親節到有很多義工活動 她還說這個節日對她的意義十分重大 對呀 本身有媽媽啦 是不是 所以我們每年的自己的生日 我都會吃素 因為紀念是無難止期 好了 媽媽從小照顧你大 一擔心機都不止了 好 所以母親節我覺得值得紀念的 就是因為記住媽媽的生路 另一件事呢 我的義工狗卡卡是沒有親節出生的 所以對我好雙重異議 有時候都找她一齊出去 母親節都會 做義工 還有我會買一支康乃馨給她媽媽 給卡卡媽媽是一隻狗 狗仔來的